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付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福克 政府部長不知道自己新聞稿裡面 已經寫了20萬劑 結果他自己還自爆料剛剛加碼 下禮拜還會有120萬要來 你看他不是在做秀嗎 一個20萬120萬搞不清楚 然後故意還在 我忘記有沒有20萬 那下禮拜會120萬來 然後記者一定有寫 陳時中驚爆 下禮拜又有120萬劑 哇 陳時中又不得了了 又是他拿了120萬劑給大家 如果沒有看到新聞稿 他真的是累了 他累了 他辛苦了 辛苦了 然後辛苦又是另外一種操作 他多辛苦 忘了20萬劑 結果記者說他加加碼爆料 他又一則新聞了 公平嗎 你們黃珊珊多辛苦才一則新聞 沒有 有這個他那個可能會再出一篇幕後 幕後 然後又一個沙發怎麼了 對對對 然後你看你們講萬安 還要被我們罵 幹嘛兩黨都在這邊 請不要這樣子 萬安可以是很辛苦的 然後你看陳時中 對啊都他害的真的是 過分 一直搶在板面 然後不做事情 我也不能接受 是不是 真的是 講萬安如果沒有看清楚那新聞稿就是傲慢 如果你們講萬安 不重視疫情 對 為什麼忽略台北市市民的感受 其實要選舉 沒錯沒錯這重點 對 心中只有選舉沒有人民 然後問 講萬安你要不要辭職 我們現在幫他下標對不對 對 我們都講出來 你今天早上工作了 一條龍作業 那黃珊珊如果忘了 今天台北市有幾機會怎麼辦 我們那晚帶被出征都爆炸了 不會不會 現在民進黨是聯合黃珊珊來打擊國民黨 所以你們短暫先休息一下 我們去拋火不要做 什麼都我們的錯 然後婆議員還幫其他人想好那個標要怎麼下 沒錯 都想好標題 固定了對 所以我來說 換我了嗎 所以我來說這真的是很糟糕 其實疫情應該就是用疫情的角度 專業角度好好的來把它處理 這還是我們所期望的 專業的事情專業處理 可是感覺起來現在太多政治的手中 來處理疫情的問題 用心思 用想法 用不專業的態度 來處理人民重要的大事 我覺得現在還是民眾最痛苦 跟不能接受的地方 先講 現在從幾百例幾千例到四千多例 未來會不會更多 我現在一定會更多 為什麼很簡單 問防疫問所有的 不管中央或地方 防疫規定不是很清楚 但他們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 地方上活動照辦 不管你照辦 上一次大爆發的時候 也是五月多母親節過後 這一回母親節又要來了 母親節活動停不停 不停 發東西繼續發 然後接下來六日啊 包括很多的出遊 去不去 照樣都去 陳時中現在只會講到 莫德納疫苗來20萬劑 下禮拜來120萬劑 我認為疫苗到現在 是不是真的 最絕對最重要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還好 因為疫苗不論你再多你打不夠 因為第三個打完之後 那有沒有打第四劑呢 國外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認為現在民眾最需要的是什麼 很多人真的想要的是快篩四劑 疫苗很多人引接種三劑 還是中獎嗎 還是喉嚨不舒服發燒全身痛 很需要拿快篩四劑來篩一下 可是跟各位報告 快篩四劑現在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 我們這天也接到很多學生家長來問這個問題 因為包括了台北市府說 要跟中央去申請20萬劑的快篩四劑 給熱區 以及小朋友 國小生來做這個所謂的快篩來做檢測之用 可是我們要的20萬劑 我查了一下 我們光國小生 不要管幼稚園 國小生就13萬 請問這13萬人 20萬的四劑夠篩嗎 還是篩了一次之後 之後就不用再篩了 更好笑的是 現在這個快篩四劑 我問一下我們教育局跟衛生局 有沒有強制性 小朋友來的時候 有沒有強制性要求他一定要快篩 沒有沒有強制性 也就是他想篩就篩 不想篩可以不要篩 然後呢 誰篩 不知道 是小朋友他自己篩 還是小朋友爸媽幫他自己篩 還是老師幫他篩 不知道 我們算了一下 假設是老師到現場幫小朋友篩 全部篩完一班 第一節課就結束了 要等三分鐘 二十幾個人 慢慢一個個試 所以這些問題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答案 民眾問了我們議員 我們議員去問了相關單位 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 大家感覺起來 都真的是靠陳時中那句話 自己應變 自己想辦法 出了問題自求多福 我認為是非常糟糕的態度 不會議員 我就先問一下 因為其實包含我們現在看到 這水這邊蠻深的 因為在台北市的部分 他就有宣布說 4月25號就是其實下個禮拜了 馬上就要來了 說全市的國高中生 他們要實施一個全校線上遠距教學 也就是不用到校上課 那小朋友小學生還是照常 結果馬上接到一個關切電話 誰呢 就是國健署 教育部的國健署 說你這樣不對 你們這樣要求 是沒有達到中央停課標準 於是北市就趕快說 這叫做遠距線上教學演練 我覺得 中央當然他的想法 我尊重 但是每一個各地方縣市的狀況 都不一樣 結果回到地方自治條例 到底可不可以加嚴的問題 沒錯 但是對於陳時中而言 他好像覺得 都要聽他的 你只要不聽他的 你就是沒有台灣價值 你就是在扯後腿 你就是在選舉 在選舉 沒錯 可是我真的覺得 第一個 國高中生 雖然是演練 但實際上也是比較辦理的 只是名字變得比較好聽 我覺得OK 因為畢竟現在 學生的密切接觸太多了 而且大家有機會到班上去看 很多同學在下課聊天的時候 口罩其實也都拿下來的 他們也不一定都完整會戴 因為也沒有這強制性 所以說國高中生先遠距離上課 不要到現場上課 OK 但是我們也叫很多電話 那國小生怎麼辦 因為中央跟地方上答覆 是因為國小生無法自理 如果他們要遠距離上課的話 家長他們也必須要來陪同 我能夠理解 可是還有一個最致命的問題 國小生幾乎就是 沒有打疫苗的族群 他們現在是更威脅的 風險度更高 所以你現在就變得不上不下 到底政策該怎麼辦 老實說地方上的確困擾 但是中央的態度我真的認為尤為重要 真的授權給地方縣市政府 能夠針對他們當地的狀況來做應變 我覺得是非常要緊的 你說台北新北的狀況 跟台東花蓮狀況是一樣的嗎 完全不一樣嘛 嚴重程度也不一樣 可是中央卻一直希望一體適用 我覺得這種態度需要來做改變 那台北市政府我也覺得 這個時候真的沒有藍綠 也沒有什麼藍白紅的問題 想辦法找出一個最適當的方式 盡快的跟中央壓到試劑 也包括疫苗 然後利用鄰里的單位 鄰里里長的這些系統 去讓所有的民眾能夠了解到 現在的防疫的狀況 跟讓他們如果有緊急需求的時候 該找誰 這是最重要的 很多長輩老實說 他們沒有什麼智慧型手機 他還拿著那種老舊的手機 甚至很多獨居的一些長輩們 他們對於這些訊息的獲得 實際上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可是對於陳中而言 他還是一樣 坐在他辦公室裡面 想來一堆看似很美好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到現場來施行的時候 卻是笑話跟不切實際 不食人間煙火的政策 這些東西不要再出現了 我們還是希望 如果我們的指揮中心 真的打定主意 台灣接下來就是要走共存的路的話 那你好好想想 接下來共存該怎麼做 而不要主要講的說 我們要努力清零啊 我們要繼續防疫啊 但是我們不排除 我們可能一天可能會破壞人 我們不排除全台灣 可能有三四百萬人會感染 這種東西我覺得是互相矛盾的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把那些想法講出來 我認為以台灣民眾所有 所有中華民國的國民啊 那種配合的心態 配合的態度 以及防疫的認真度 我認為如果講得清楚 大家都能夠理解 不要活在謊言之下 不要活在政治操作之下 我覺得才是民眾所期望的 所以保證我想問一下 現在到底就是北市的部分 這個演練兩個字 那我到底4月25到29號 是不是還是一樣 不用到學校上課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天各地政府 可能自己想要更嚴格一點 好像卻不行 其實我覺得 因為其實像剛剛其實議員有提到 比方說像台北市 因為他的人口密集度比較高 然後呢彼此之間可能你 接觸的那個頻率也會比較高 所以當然他可能會有一些加嚴的狀況 那中央當然他可能給出了一套版本之後 他剩下就交給各地方政府 你們自己去處理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我就把你抄起來 如果你做不好的話 我就把你罵到臭頭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有保留一個空間 有攻的話就是中央懶 但有過的話就是地方去扛 所以他一直話都是沒有講很清楚 反正我給你一套標準 那就說啊 我們大家可以因地制宜啊 然後讓各地方政府 有自己的一個彈性的處理空間 但如果到時候引發了一些 比方說家長可能不滿 或是引發了民間的一些反彈的話 他就要開始來責辯你說 你當初怎麼可以這樣子做呢 但問題是你剛開始也沒有去攔阻啊 所以我覺得他會變成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因為現在國小生 比較需要有家長的陪同在家裡 所以他可能暫時就先沒有採取 線上的這個教學的方式 所以先以國高中生來為主進行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會持續的去做一個調整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接下來可能會陸陸續續 有一些家長或是有一些這個校方 他們可能會有所反應 那可能就會再進行調整這樣子 但其實他有保留一個空間 比方說現在國高中生 他讓你去做線上的視訊教學 但他也有一個彈性 就是呢可以讓有些學校 假設你真的想要來進行實體的課程的話 你可以來做出申請 可以做一個特別的申請 但他還是希望說 以現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局面之下 可以先進行線上的教學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你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b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